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美国是摸着石头反中 咱们从一幅画说起 你来看看这照片 这幅画 这幅画 这是一个 这是个老照片 咱们先来看一幅老照片 这幅老照片 是乌合麒麟 中国的一个年轻的画家 他发出来的 他说 上一次 你看看这帮家伙 最近七国公益集团在开会 但如何今天把这张老照片往这一放 就历史 百年历史 120年历史 一下子 时间隧道 就穿过去 穿回来 时间隧道里面来回跑 好家伙 这帮家伙 为了中国 搞在一起 上次是1900年 120年了 他们现在又在一起 干嘛呢 开会啊 做梦啊 做梦 这照片 具有很强的讽刺效果 所以很快的 就在网络上 引发了很多年轻人的关注 就很多外媒也注意到了 说这有点打脸 这是俩讽刺 中国的插画 这个乌克麒麟前不久 在澳大利亚虐求的事情上 虐待平民的事情上 有一幅画 弄得莫里森 都鸡飞狗跳的 这次更有意思 这个讽刺G7的 这个讽刺图片呢 让很多很多人都想到了 历史上这帮家伙 对中国干过什么呀 G7这七国 纠集到一块来 又要干什么 70年成立的 70年成立的G7 这G7的人 你说看到这个照片 黑白照 什么感觉 那当然是被讽刺的感觉 讽刺的是美国 欧洲 日本过去他们叫列强 昔日干的是瓜分中国的事情 现在中国崛起了 他们还想着重复过去的美梦 所以这张照片 刷就传开了 我也转了 在社交上成了热门了 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说明什么 我看说明 除了说明当年的列强 他们延续当年的老路 还想重续美梦之外 就说明今天的青年 比我们年轻的80后90后 00后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平视西方 他们表现出了爱国主义 他们用一种平视的眼光 看到西方社会当中 你们不过如此 你们不过如此之外 还有你们历史上屁股不干净 不但没擦干净 你们现在呢 还想在过去的污点的基础之上 接着把自己脸涂黑 所以瞅的是你们呀 屈辱的历史 也许还说明屈辱历史没有结束 他之所以七国集团 人家还是很强的 人家还是救济在一起呀 说明中国的屈辱的历史 没有结束 说明和平崛起是我们的追求 但是我问一个问题 如果和平崛起 他不让你和平崛起 怎么办 他打断你和平崛起呢 他用武力来压迫你呢 所以具体说 比方说台湾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不是在这个原则下 中美两国建立了百交关系吗 现在你要推翻这个原则 提升官方交往 支持台湾独立 那好啊 那为这件事 如果台湾分裂出去了 我们中华民族还叫 还叫崛起吗 还叫复兴吗 那当然呀 所以如果有人要打断 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 我们怎么办 毫无疑问 我们必须起而斗志 为中华民族崛起 为民族复兴 为人民幸福 那好 我们这帮老家伙 年轻的 中家伙 还有那帮小家伙 使命在兼 但是美国人现在 虽然他折腾半天 台湾的事 是吧 小动作不断 但是美国人做好了 武力保卫台湾的准备了吗 一会这么说 一会那么说 对不对 纽约时报刚刚发表文章 若干美国学友发表文章 说拜登很危险 你在台湾的事情上 你这么搞下去 那有可能 有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台湾独立 对于纽约时报的编辑来说 我希望看到民主的国家独立 但是世界面临第三次 世界大战的危险 这不行啊 所以你必须在强国的阴影下生活 纽约时报 前天设论我跟各位讲了 纽约时报的观点 那你不是 蹂躏小鹰 小鹰刚听到说民主国家独立 那嘴巴刚连到这 小脸立刻就紧绷了 你不忽悠一下 美国在台湾的问题上 虽然不断捣鬼 切香肠 但是他们深知所谓武力保卫台湾 对美国人来说 那是不可想象的两个核大国 要发动核大战 可能吗 所以美国今天 他们是利用台湾 把台湾当成一张牌 他们反对中国 各个方面 无所不用其极的打压中国 但是他们是摸着石头反中 摸着石头挺台 为什么摸着石头 就是因为这事 这事翻来覆去的 翻来覆去的 这事不好弄 我刚做一篇文章解析 刚做一期节目解析 美国大西洋月看的文章 那篇文章阴阳怪气的 把中国比作纸龙 说中国的样子吓人 其实没什么了不起 中国你是龙 你是一个纸龙 其实没啥子了不起 中国没啥子了不起 这话说的咬牙切齿 说的阴阳怪气 我怎么觉得在表扬我们呢 对不对 表扬我们呢 因为纸龙这个话 显然出点于毛主席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看样子可怕 实际从长远的角度看问题 真正的力量是人民 毛主席说的 什么时候说的 延安的时候说的 过去多少年了 美国记者路易安娜路易斯斯斯特朗把这话记下来 然后写成书 然后变成新闻传遍全世界 成了藐视敌人的 中国共产党人哲学的非常重要的形象化的表述 现在知道不知道 伟大领袖毛主席有知识产权 美国人把这个拿过去了 然后变成纸龙了 虽然有侵犯毛主席知识产权之说 侵犯中国人知识产权之说 但是我们要表扬美国人 我们很享受啊 再说一遍 让我们听听 再说一遍 哦 好 中国是纸龙 风水轮流转 今年到我家 终于到了你们骂中国是纸龙的时候 说明什么呀 说明形势变了嘛 对不对 当然了 美国人说中国是纸龙 也有些论证 他们论证就比较搞笑了 说中国飞行员 没有美国飞行员牛 没有美国飞行员厉害 因为中国飞行员训练时间呢 没有美国飞行员训练时间长 他举的例子说 中国飞行员要用三分之一的时间 用来学习共产主义学说 从毛主席的那个 从毛主席的那个点呢 第五主义科一千万人拍到纸老虎 轮到今天呢 给中国人打比方说纸龙 这事儿 百年未有之变局 这等于说一个角度 告诉我们 时与事在中国一边 美国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了 好啊 我给美国大西洋越开 点赞 我支持 大家都去读论那篇文章 看看美国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拧巴 怎么纠结的 最近召开的这个G7会议 七大工业国的官员 对台湾 对香港 对新疆问题 叫涉江涉港 涉台 都有表态 都有表态 那说的话 当然是我们的外交部的官员 表示反对 这都是中国内政 你们少废话 但是大家注意到一个细节问题没有 就是说G7 他是第一次工业国 你讲讲你们自己之间要做什么事 第一次公开提及台海问题 第一次台海问题 蔡英文 苏贞昌 台湾这些的台独分裂分子 台独本来就是个割据政权 是国共内战的产物 好比是个蓝尾 蓝尾你好好待着吧 蓝尾还发言 蔡英文就是那个蓝尾发言红红的 那个部位 蔡英文 哇 兴高采烈 说G7提到我们台湾了 就在这个时候 台湾有识之士 有个国民党立委叫许舒华 估计是个女的 出来 啪 泼了一瓢冷水 国民党立委许舒华 他说 他说 我认为 G7 在军事问题上提台湾呢 不一定是好事啊 怎么说呢 他说 G7每次话锋一转 就会挑起两岸敏感的神经 我觉得就好像每一次啊 美国只要掌握这个大聚会的时候 搞得就像北约组织一样 就好像要让人觉得 中美大战马上就升级东西方大战了 你这么搞啊 对我们台湾来讲啊 那是树欲净 风不止 对我们来讲 现在两岸情况 我们都希望能够缓和一点 可是美国和很多大国 好像总是要挑起我们台湾 这个火药库的那种味道 这国民党立委 说的很好啊 这个立委说 我很希望在这个军事的言论上 尽量不要去提及台湾比较好 应该说 这是善意的 对不对 你即期提台湾问题 人家国民党立委 人家看出来了 看出了你不怀好意 你要把台湾当个牌打 这话是对的 可是台独分子蔡英文当局 在下面那些所谓绿营 立刻就开始大骂许初华 是卖国贼 然后说挑起两岸冲突的 是对岸 台湾受压迫的一方 台湾舆论滔滔 这件事 我觉得有意思了 什么意思呢 这美国呀 现在确实是在拉帮结果 结果拉帮 弄成朋友圈 遏制中国组织恶华联盟 反华联盟 但其实呢 其实 今天要说这个核心的观点是 其实美国可能没怎么想好 因为最近美国的调子 美国的调子是来回什么都说 对不对 美国自身对中国 态度不断的在 一会儿红脸 一会儿白脸 他红脸 他白脸 他黑脸 然后呢 脸色不断的变脸 不断调整 你这个恶华 或者说恶中啊 或者说你这个 你这个对付中国 等同于帮台湾打仗吗 我问个问题 等同于帮台湾打仗吗 等同于美国人 真的就帮助台湾 为了台湾独立 而不惜和中共打 小打中打大打吗 有这事吗 我高兴 除了蓬佩奥的疯子 没有任何一个人 对这个问题赶下断眼 大家还记得不记得 三月份阿拉斯加 我们的洋老虎 我们的王毅外长 和美国的布林肯 沙利文对话的时候 双方语言交锋啊 让我们看到高手对决 外界觉得祸家祸 拜登上台之后 美国对中国更狠了 哇 这时候台湾有些人 兴高采烈了 对不对 有些人就以为 美国对台的战略模糊 改变了 时代过去了 对吧 美国对台湾战略清晰了 可是 可是 每几天 4月29号 首场国会演说 谁演说 拜登也说 然后就开始喊话 喂 中国的兄弟听好了 我们欢迎竞争 我们不寻求冲突 他当然也说 美国要保持世界第一 但是 但是他没忘了提提北京啊 在其他层面上和美国合作整体性 合作 所以拜登的演说呢 很多人都注意到了 嘿 好像不是很横 拜登也说没有刻意挑起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矛盾 我们没提 甚至拜登也说你没提香港 没提台湾 没提新疆 同时 美国的布林肯 也强调说 遏制中国 压制中国 不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不是要搞冷战 我们不是要和任何人搞冷战 我们不是要打压中国 我们一个中国的政策不变 这两天 这两天布林肯 谈了好几遍吧 就是在G7当中 四次接受 包括金融时报在内的 BBC在内的英国媒体采访 反复强调 一个中国政策不变 你把台湾这帮人给折腾晕了 拜登总统4月28号晚上 发表国会演讲 很多人说 你那演讲的时候 你是作为美国老大 你说说就完了 你现在布林肯 他就原来蓬佩奥这么一个角色 也讲这一套说明什么呀 说明什么 我倾向认为 说明美国对华政策 现在还在摸索阶段 在调整阶段 在试探阶段 我看也有人 国外有评论也是这个说法 用布林肯自己的说法在说 他在玩一个魔方 魔方有三块 绿的黑的红的 有竞争 有合作 还有对抗 他在强调合作 在这个时候 那你双方的关系 在台湾的一些人看来 顺息万变 这个时候支持台湾挺台 在台湾现在看来美国 花儿不识 外交辞令 政治语言靠不住 美国对台湾既然是这样高两面派 那台湾看美国也应该是听其言而观其行 你看七国公报 怎么说 我们对台湾 我关切 我呼吁 我支持 我鼓励 香港 台湾 新疆 都用这词 但是有评论家说了 说你针对北京 这个意图明显 但是 你所有这种表态 无非就是一个口水文章 对不对 我们觉得这样很不好 你们不应该这样 这样很不好 那好 G7你们怎么办呢 当年你 当年你八国联军 你是打上门去的 对不对 你直接就把中国给 把北京就给占了 你就抢完物就放火 就杀人 烧杀接银 无恶不作 现在G7有这本事吗 能这么做吗 现在反而提及和大陆合作的层面 台湾人眼睛间 说你跟北京喊话的时候 你喊的话含糊 现在 你跟北京层面合作太具体了 比方说 这次台湾人最在意 说WTO 不是WTO 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 支持台湾参与 你不是高调打台湾牌吗 可是你知道吗 这次支持台湾参加WHO的是什么人 是尼加拉瓜 是帕老 尼加拉瓜 我们山东 我们济南一带 山东济南一带 说拉瓜 拉瓜就是说话 尼加拉瓜 说你们家说话 尼加拉瓜 是尼加拉瓜这么一个小国和帕劳这么一个更小的国 这两个国家提案邀请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 七国呢 美国呢 英国呢 意大利呢 自取为民主同盟 行动上你连尼加拉瓜你都不如啊 你拉瓜你都不肯拉瓜 所以台湾的 所以台湾人眼角搭了下来了 小嘴撅起来了 蔡英文小脸本的跟我们武汉那个女作家的小脸一样 一点表情都没有 眼睛后边阴森可怖 所以 季七会上虽然老掉牙的攻击对中国有一些 但是呢 对中国的攻击和行动那是两回事 现在 时代变了 八国联军 季七这帮家伙纠结在一起 叫中国割地赔款的时代过去了 现在 现在是你们想要达的达需要达到中国 但是怎么达到啊 嗯 美国人说我还没想好 我们摸着石头炕中哈哈 好好慢慢摸吧 看你能摸到哪一天 感谢看本期节目下期见